大家好 我是俊鳴 大家好 我是建民 歡迎收看明明秀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呢 應該是大家都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叫做 前任 對我來說前任是什麼樣的東西 東西嗎 這樣我要不要尊重 前任對我來說 她就像是感情中的女主角 但在這段感情中 因為無法演出彼此心中想要看到的樣子 所以選擇提前結束這場戲 前任是一個非常沒有辦法忽視的一個存在 每談一場戀愛都像是經歷不同的冒險 一個全新的旅程 了解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也從中去摸索出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然後什麼樣的人適合你 待在我的生活當中會讓我相對起來感受是舒服的 她們是我的成長過程 也是她們促使我變成一個 我跟想成為的一個角色 前任絕對是可以當朋友的 我們在成為男女朋友之前 其實我們就是朋友 所以說我覺得當為朋友好像也沒有什麼不行 但有個前提 但都取決於當下我有沒有女朋友 要看我女朋友的意思 在我的觀念裡面 朋友是不能夠影響你的感情的 從某一些小季節當中 我覺得女生的第六感是非常準的 她真的能夠判斷說這個人到底是不喜歡你 所以為了避嫌也給現任的女朋友安全感 我基本上在如果女朋友有合理的要求的情況下 我是會適度的拉出距離 甚至先不要聯絡了 我今天說我對朋友的定義不是 偶爾哈拉兩句 然後有IG有LINE 這就叫做朋友 我對朋友的定義是真的交情深厚 並且是直言不揮無話不說的 我覺得那才叫做朋友 好回歸到問題 我覺得我理性上是覺得可以的 但是情緒上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太難了 因為彼此是最熟悉不過的曾經 我們無話不說 比任何人都還要親密 如今分開了 你無法再對她保有最單純的想法 看著她 你就會想起曾經有過的回憶 不管是甜蜜的或是痛苦的 這會使你根本無法輕鬆的跟她進行交流 更不要說 如果其中一個人還放不下呢 或者我找你只不過是想要溫存一下 但不是想要複合呢 這中間有太多複雜的情緒跟想法了 我覺得很難當朋友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太可能 可能我是處女座吧 所以我對感情有點潔癖 我不可能輕易的提分手 所以如果我已經選擇了分開 那再複合的感情對我來說 都是有裂痕 並且是脆弱的 雖然我非常的念舊 甚至我無法克制自己去想念 某一段感情中曾經的美好 但我也很堅定的告訴自己 千萬不能忘記 當初分開的理由跟原因 否則如果再一次給彼此造成傷害 這份痛苦誰要去承擔 不論是誰再次喊停或被迫接受 心中的傷疤都只會增加 他不會痊癒 複合這件事情是比較不太可能的 在我心裡 我是一個會一直想很多事情的人 我會專有腳尖 生活中的一點小細節 如果他讓我不愉快了 我就會專有腳尖 所以當我把這些東西 把我不喜歡的點都講出來的時候 當你道歉了 一直在犯錯 或是當你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死不敢 但是有一天我會突然告訴你 我們分手吧 你告訴我原因我給不出來 我終於講我不愛你了 因為你消磨了我對你的感情 在說出分手之前 其實我心裡就很痛了 讓我做到這個決定 跟走到這一步的 絕對不是一朝一夕 我就說分手 可是我心裡已經打轉了好多次 想好了 今天我告訴你 我不要了 我就再也不會要回來 前任是不能復合 破鏡是不能重圓的 我也勸大家 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改變的 因為他的習性 他的個性已經跟隨了他 可能一二十年 當他最重要的家人 都沒有辦法改變他的時候 你給自己下了一個定論 我有辦法改變他 那你得去好好地理清這件事情 你有辦法再接受 你再說一次分手嗎 因為是你說要復合的 這個時候你會難過 你肯定會難過 而我沒有辦法接受 再第二次難過 所以對我來說 情人是不能復合 然後分手說一次就好 但我也不是不贊成復合 只是我覺得大多數的人 都太心急了 因為再次感受到曾經的美好 所以就沉浸在一股 我覺得過去不重要 我覺得問題在這段時間內 都解決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一起 一定會比過去還要更好 並且更懂得珍惜 不對 我不曾看過或聽過 因為時間而改變了個性 習慣 甚至解決了曾經的問題 這些只出現在電影裡面 而且電影也說了 過了幾十年後 經歷了生活的艱難 現實的殘酷 才更懂得珍惜當時的美好 而不是一個月 半年 一年 它不是一個可以估量的時間 它是對人生的一種體悟 所以如果有一天彼此真的成長了 而且因為緣分而相遇 我覺得那不叫復合 那叫重逢 並且 那不是我遇見曾經的你 而是我遇見全新的你 那才對 好的 那以上是我對於前任跟復合的想法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去訂閱按讚分享 以及追蹤我跟建民的IG 也最後祝大家 都可以幸福 我是冥冥救的劇民 大家好 我是建民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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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